迪士尼将以713亿美元的价格 正式收购21世纪福克斯 3月12号他们得到了 最后一家监管机构的批准 审批流程正式结束 交易将于3月20号的0.02分正式生效 从2017年12月14号 这项交易浮出水面 到2019年3月20号画上巨号 这项媒体业画时代的交易终于完成了 两家公司合并以后 21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福克斯电视集团 福克斯有73%股份的 美国国家地理河谷有限公司 福克斯传媒集团 还有网络付费电影网站呼噜 都将归迪士尼所有 那届时迪士尼将有呼噜的60%的股份 21世纪福克斯留下的部分 会分离出来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包括福克斯新闻集团 美国人最喜欢的福克斯新闻频道 就在这个集团里面 另外福克斯广播公司 福克斯电视台集团 福克斯体育媒体集团也都会分离出来 名字就叫福克斯公司 这家公司也要从2019年3月20号 正式挂牌成立 老板还是莫多克 当然了 21世纪福克斯旗下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 在并购过程中 被其他企业买走了 比如总部在伦敦的天空有限公司 就在去年被美国的康卡斯特收购 21世纪福克斯与迪士尼合并后 两边一共要裁员至少4000人 但是呢 震荡可能是短期的 因为在3月12号 美国总统川普当天 跟21世纪福克斯的创办人 媒体大亨莫多克通了电话 恭喜他合并成功 那裁员为什么要恭喜呢 因为他们认为 合并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有行家就预测了 说呀 到2021年 通过合并实现的运营效率 至少能催生20亿美元的成本协同效应 啥是协同效应呢 来小贴士 协同效应就是两家公司并购之后 总体效益要大于并购之前的 两家公司的效益之和 就是1加1大于2啊 好了 现在很多朋友肯定要问 就是莫多克为啥要卖福克斯 第一是媒体行业的变化 莫多克卖掉的是传统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工作室 留下的是新闻和体育赛事直播 他相信这两个领域非常热 足以抵挡网络广告和数据流媒体的冲击 另外呢 被莫多克卖掉的部分 这些年收入在下降 所以他必须考虑重新调整 第二 所谓各取所需啊 迪士尼也想扩展电影和电视秀领域 所以买走了21世纪福克斯的这一部分 但迪士尼也是想拿做出来的产品放到网上 跟网飞和亚马逊拼流媒体节目 同时呢 这项交易让福克斯的股东们 包括莫多克家族 一共拥有迪士尼25%的股份 那迪士尼在流媒体上赚了 莫多克家族也跟着发财呀 第三个原因 就是莫多克的小儿子詹姆斯·莫多克 这个小儿子啊 没有继承老子的右派政治立场 不太喜欢福克斯新闻那一套 所以他参与的很少 主要经历恰恰在合并进迪士尼的那个部分 所以呢 他要是转入迪士尼这一边呢 他有机会成为迪士尼现任CEO 罗伯特·艾格的继任者 这么多克家族的媒体集团 到时候不是又扩张了吗 但罗伯特·艾格如果没有意外 2021年之前是不会下来的 第四个原因 很简单 就是迪士尼713亿美元的 收购价格让莫多克老爷子不好拒绝 其实最初收购价格是524亿 但2018年6月半路杀出来个康卡斯特 开出了更高的65亿美元 迪士尼一看这还行 拼跌呀 一个礼拜之后 迪士尼最终出价713亿 康卡斯特举了白旗 好 最后一首打油诗结尾 商场风云常变换 纵横百合多少算 百思不如顺天时 稍纵即逝 快决断